開放資料在第一篇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們這一場是開放資料在第一篇 我是這一場的演示人聰明 這次是我的簡歷 過去從96年到2016年我在東亞大學服務 然後不小心去年就突然辭職了 跑出來創業了 我創業的題目其實都跟資料有關 但是開放資料這件事情 其實是我在黃甲最後的兩三年 很重要要研究一個題目 當我們研究的題目 到底開放資料有什麼影響 是當我們在模仿英國或美國的開放資料政策的時候 我們有沒有了解那些國家 他們對於開放資料政策的起源 到底什麼時候開始這些政府是在重新資料的 那以美國為例我們就往前回說到1840年 就是說美國人對於資料這件事情 並不是從歐巴馬說我當選之後要開放 而是從上上個世紀末 他們就認為資料非常非常重要 一直到歐巴馬長出來要競選的承諾要開放資料 可是在歐巴馬競選之前 其實已經有很多他們開放資料的這些地址在 那麼台灣的開放資料政策是2012年 某一次的行政院會議紀錄 它是一個會議紀錄 它雖然下來了很多的這個規定規則 可是我們到18年我們現在要問 開放資料六年了 然後這也是我們這次就立場面的一個組織 開放了然後接下來要幹嘛 那我們在今天這個場子 因為主要是在第一天 我們邀請了三組非常棒的講者 跟我們分享這三組講者在使用開放資料 以及在所謂公私協力 公共協力或私資協力上他們的經驗 所以今天主要是跟大家分享這三組的講者 他們在使用開放資料跟協力上的經驗 我們第一組講者是蒂柳跟洪金書 蒂柳呢 他說他是一個斜槓主婦 然後我後來拜託他是男的 所以我一直覺得為什麼 斜槓主婦是個男生 那靳書是勞政的主任 他們的題目是開放跟受聯的雙股論學 從薪資居住品質調查 開放資料談到另外一種跨地合作的可能 我們掌聲歡迎蒂柳跟靳書 非常感謝有機會來分享我跟蒂柳的一個經驗 我很好奇請到一下在場各位 你自認為不是這種工程師身份量出身的背景 請舉手一下 還說的 還好了 好 因為我對工程的語言有一些恐怖 因為他們老是講一些我聽不太懂的話語 這個是我在跟蒂柳的合作過程的一個很深感觸 不過我會慢慢學習 好 那其實我們今天其實很高興有機會來 其實談的大案其實我這部分會少一點 會短一點 盡量留給蒂柳來談 那我們主要是 老鄭一開始有一個想法就是說 我們在談居住這個議題 大家都覺得切身感受這樣的時候 那我們就有一個想法就是說 那以居住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如果今天在台灣 各位知道目前的基本工資是多少嗎 22K 那我們那時候就有一個很簡單的想法 22K在台灣的六都 如果是你要去租房子 你沒有家庭的資源 你只靠這份薪水 你能住到什麼樣的生活環境 不曉得這個題目 大家會不會覺得好像可以 滿有興趣的可以運作 對 所以我那時候 3月3號那個黑客搜尋的時候 第一次來 因為我也不曉得 然後就自己一個人闖到這個叢林裡面 好 那我就提了一個課 那我以為我準備了好叢本 我那一天來我就想要整個台灣的居住成本 那官方的資料加領底層的居住成本 那我覺得想要做什麼事情 想要了解這些狀況 那資料障礙就是說 欸 現在官方沒有這方面的資料 那明天有租屋網站的資料 那明天租屋網站的資料 有沒有可能成為一個我們分析的data 我以為當天應該這個地方 應該會有工程師願意來支持我 不過我那一天一無所謂 而且很早就離開了 因為我發現姐姐聊了一遍 好像都沒有什麼人願意跳墾 不過很有趣 那個data那天坐在我旁邊 他是一個很熱心的人 然後他就叫我黑整個用網路 結果他就很冷靜的聽完之後 他也來找我交談 那時候也不認識他 然後後來就是說 想說還是得做吧 既然黑跟從這邊沒有機會 然後就從中間的網路去找 找了一圈 找了好幾個朋友 繞到一圈結果又繞到他 就是當天坐在我旁邊的他 那也許他可以來分享一下 為什麼他當天沒有感覺 後來就決定要來做這一塊 一起來做合作 那我們這一段時間 大概做了很多都是靠好嗎 然後我們在五九一的網站上的一個卡通資料 他那種資料的非常的詳細 我們他那個時候 大概總共爬了七萬多分的資料 那我們就做這個資料來做分析 那我們就完成了一個 族跟一度滿地的一個調查 一個分析報告 好 那我今天也把那個報告帶過來 我們其實是一個紙本 紙本的一個分析 如果大家有興趣 可以稍微詳略一下 好 那我們其實很簡單 就是這個資料 我們希望能夠一點說 如果以這樣的一個低所得的一個公司 在台灣可以分析到什麼 注到什麼樣的反應 所以我們就把所有五九一資料裡面 能夠分析全部分析完 然後大概花了四個半月 然後得到了大概有四十八相的一個資料 那算是一個相當完整的一個資料分析 那針對這分析我們也提出了 就是說ET的公司 到底他會有什麼樣的一個問題 好 我想其實這個都 到目前為止都是一個 從很NGO的角度去思考一個問題 就是說我們NGO覺得有一個 覺得是社會問題 那我們怎麼樣去思考 這個社會問題背後的一個影響跟衝性 然後怎麼樣去入手 這個到目前為止都是很NGO的思考 所以包括我們就像有一些這個資料的分析 那在那個報告裡面有呈現 好 那這一段時間我們做完之後 我們也其實就跟著注謀 其實這樣還蠻多 就一起去做居住這個議題 然後到處去拜會這些 目前在選舉的候選 這我就帶著 我們都帶著這輪到處跑 不過很可惜目前我們只拜會完了台中一輩 所以台南跟高雄的有在地的這些投票權利的 我只是想要表達說 我們台南跟高雄上對這個議題不太感興趣 OK 好 小小抱怨一下 所以這個到目前為止都是NGO的模式 那我在想說事實上 從一個不了解工程的一個術語的 然後跟我們在想說很單純 從一個研究角度所要的一個資料的思考 我們其實在這裡面有蠻多很特殊的一個 跟VILIO的一個交流 比如說我們他給我一開始的資料 有75000多筆 但是到我後來我自己去做分析的資料 只要剩下六萬七千筆 因為這裡面我其實發現很多資料商的 因為他爬下來的資料商 有一些沒有辦法使用的重複的 所以我其實還是用了工作方式去處理 用了很多 那我直接碰面大概不多 大概三十次 大部分都是用E-mail跟臉書 可是在溝通的過程 我其實一直感受到 又有給我兩個字開圓開圓開圓 可是我完全聽不懂什麼叫開圓 一個被工人背景沒有辦法理解的 聽不懂什麼叫開圓 就說我們報告做出來 把這個資料上網公布給所有人 都可以去下載這算是算開圓 天下應該不算 好 那他使用的工具 對我來講都很陌生 這一些 基本上他沒丟給我 都不知道有這些存在 好 那我想其實傳統NGO主制 不是WED嗎 What is it? How are you? 就三個走天下對不對 所以其實我們 其實在這裡面握葉思考 想辦法去學習說 在工程界當場用的這些工具 跟我們NGO其實也有很大的落場 這個其實是我們可能接下來 如果我說NGO主制在想要往前 去借助科技的力量的時候 這些可能都是一些門檻 可以有去做思考 就是很跨越這樣檻 那很簡單 我部分其實從我們一開始的期待 這個報告就完成了 兩個月後就是還不得了 然後我們就帶著他到處東奔西跑 南北跑 但是問題是我後面的這一位人兄 他從一開始對這個題目好像沒什麼感覺 後來他參與之後 他居然自己還完上演了 然後自己後面又衍生了 我想其實這個主要的分享就是在於說 我們怎麼樣去面對這樣一個資料 如何去使用 那我們各別的一個想法是什麼 這樣我就先邀給DL來分享 好啊 大家好 我叫DL 那我接下來會講的部分 大家如果有看標題的話 會知道這是一坑兩岸 就是說剛才晉書這邊講的是 就是勞政在今年的三月的 醫治基金地黑科書裡面提的一個案 就是做剛才的這一份報告 那我這邊接下來 我這邊接下來會講的是 那就是這個報告 為什麼我們今天把它分成第二個專案 用兩個專案來完成這一份報告 為什麼我們要這樣做 那它造成的效果是什麼 那我確認這邊有沒有人 剛才是聽那個就是夢醒時 跟我們前進場在R1的C選 那剛才我覺得有一個問題沒有去 就是像有一位參與者他問說 那個問講的 所以我們最近好像這幾年 都沒有什麼這種好像做完的 然後比較有名的一個案子 就這幾年好像跟距離一開始的時候比起來 那我覺得至少就是我們 這一個專案呢算是可以說 今年有文化的半年時間把它完成 那我們有從東 就是從一開始提案到最後成果 而且現在還有繼續run下去 我覺得是一個滿有意思的合作方式 而且我覺得和我們原本在 其他在談的一些合作方式 有一點不一樣 對那簡單介紹我自己 對剛才那個主持人有講過 是斜槓主持人 我現在的工作是我在家裡 就煮飯、打掃、照顧家裡 然後提供一點基本的情趣老公的服務 那還有一些基本的這個 錢窗工程師的服務 那個來賺錢 對那另外一部分的話 那我自己也是一個 我自己一直在思考是怎麼樣用技術 可以來協助我們的公共的議題 還有一些社會議題可以繼續往前推進 那我自己是一個一直在聚民域裡面 我一直是想要擔任這樣的角色 對那我覺得 我再稍微倒帶一下 我們回到三月那一次黑客 剛才競書講了一下 從那個就是競書的觀點怎麼看 坐在他旁邊的這個人到底在幹嘛 那對那這個是當天我看到 競書漢子我心裡想的事情 就第一這是一個NGO的提案 NGO來聚民域提案 那來看一下他想要把資 他現在需要一個是租屋的資料 那租屋的資料有沒有現成能可以用 其實沒有 因為就是老徵其實需要的欄位非常非常多 他等於是幾乎是整個591的詳細的 所有的欄位都會需要 那好吧所以我們欄位太少了 我們要自己抓 那自己抓可以怎麼抓呢 欸我看那個顏色越來越太淡 就自己抓怎麼抓呢 那當然我們可以就寫機器人吧 這就是LIG領域這個什麼原因 那當然如果找不到的話 我們的備案是什麼 但是我們就花錢找工徒生 一頁一頁把它拔下來這個 就是我 對對對也是可以的就是備案 對那 那我們有怎麼做了 我們為什麼要做都有 那什麼時候要做完 那這個東西之後會變成什麼東西呢 那其實在就是NGO的 就是在這邊的話 我們其實他會是一個研究 我們最後會出一頓報告 會有資訊會 那會有後續的相關的啟動 所以他其實是一個 如果這樣來看的話 他其實並不是一個非常單純 所以我一天一天就可以把它做完的事情 它是一個長期的 我需要長時間 我會有一些互相來回 因為比如說工程師如果爬完資料之後 那我們可能還會需要有一些修正 我們可能說有一些欄位我要的 結果沒有爬到之類的事情 所以其實在當天我其實擔任的是一個 比較串強的角色 就是我做的事情是幫忙 就是剛剛幫他進去 叫他去找誰 對叫他去找誰 那個誰誰可能有爬過 有什麼東西 所以我當初 擔任比較常用這種就是幫忙翻譯 然後幫忙引接資源這樣的角色 對 那跟金書也有問 就是10天之後其實 金書在那一天沒有找到人 然後說繞了一圈之後找回覆 而且就我最後還也是決定做下去了 那我覺得可以先回來問說 那為什麼我當天我不想做 其實我自己也想做 就是 因為我自己其實今年有一個設定 是我其實今年想要多投入一些居住相關的議題 那在這個裡面 其實在台灣居住議題有一個非常 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是 台灣的租屋市場其實並 長期以來並沒有一份 真的夠代表性的量化資料 可以來反應台灣的租屋市場長什麼樣 那沒有這東西是非常危險的 因為你根本沒有辦法做科學研究 你也沒有辦法做這些政策的 效果是什麼的這樣的理故 那其實我自己也想做 那但是為什麼我當初並沒有馬上說 好那我們就來做這件事吧 因為就是對我來說就是 我覺得身為一個長期就是參與區議員 或是參與這種開源的文化的人 就會覺得如果我今天幫勞政做這個東西 那他最後的結果就是這一份報告 或是這一些記者會 那我們其實這份資料就是 你知道心裡會有一種罪惡感 然後我爬了一些不是屬於我的東西之後 他就屬於了某個人沒有被開放出來 所以對我來說是一個罪惡感 可是這其實並不是NGO或是誰的問題 我覺得它並不是一個要被譴責的事情 而是因為其實我們在就是 開人界以外的其他人的思考方式裡面 今天成目標是要有一份研究報告 要後續的行動 而不是說這份資料會怎麼樣處理 就是今天他的過程這些資料要怎麼樣被處理 並不是在整個工作流程的討論裡面 並不會發生 所以但是我又覺得這其實是一件需要做的事情 那在我以前的經驗裡面其實要改變這個 我們就必須要改變體驗和工作流程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就有一個方法我們傳統的做法 比如說我或是有很多其他屬於參與者的做法 我們就直接潛入那個單位 比如說我們去勞政或我們去改變勞政的文化 然後我們去改變工作流程 我們就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對但那個時候其實我自己也沒有辦法真的做到這個程度 所以我們必須要找到其他的合作的方式 來讓這個專案可以繼續下去 對所以那個時候我也就是想到一個方式 是其實今天這個專案 就勞政的專案本身 我們要讓他自己執行下去的方法 不一定是真的就要進入勞政做一點什麼 而是我們可以其實開另外一個新的專案 它是一個純粹的開放資料的專案 它可以當作是一個上流 就是我們是一個供應商 就是我們供應這些開放資料 它出來就是一個表格一個Excel 那其實就可以拿來給就是下文的專案來用 那這也不會解決 因為它是一個開放資料專案 所以這份東西做完之後 其實它是可以繼續往下發展的 對那就是聽起來 對所以我們這個時候就做了 我們後來就開始就是一邊做就是那個 就是這一份研究廣告 那另外一邊就一起就繼續做這個開放資料的專案 所以這個專案其實現在的網路上 大家可以公公就可以直接找到 那我們主要是設計給就是研究者或是比如說倡議者 今天我需要這一份資料的話 它可以拿來當作基礎資料 那這個東西每天都會更新 我們每個月會release一份那個CSV還有CSV 對那每季每一年也都會release 那現在那個第三季剛剛release的時候 我們現在第三季總共有20萬個 有不重複的物件在裡面 大家可以上去玩 對那除了可以下載之外 那因為主要是給做研究廣場的人用 那所以我們對於資料的品質 和怎麼樣利用也都有一些設計 比如說我們使用CCD 就是這樣你可以直接 基本上很方便的可以去使用 他們也把你資資料都拿掉 所以你要使用基本上不會有太多的問題 對那像欄位的進入 這些都其實蠻多的 蠻清楚的 對那這樣講起來好像很簡單 就是反正我就開這個專案 然後進去拿去用 結束 那其實我覺得今天主要想要講的就是 它其實並沒有這麼的 好像有叫對不對 那它其實並沒有這麼的簡單 就是它的確在開放資料這邊 我們主要是以工程師 以比如說授權這些法律為主的這些專業 那調查報告這邊我們當然就會需要 比如說我們需要有些問題的意義 是我們要統計的敘述 我們需要知道怎麼樣去推動這些意義 這其實兩種不同的專業 但是我們其實在各自的發展之外 我們在這邊做的事情它不只是上下 我們其實還一起發展 它是一個互動的過程 對 那比如說我們從一開始的話是 就我這邊我先爬了 先寫了一隻半殘的爬蟲 就我們原本應該算每天跑可以累積資料 那但是我們一開始寫的是 它只能跑一天就會壞掉的爬蟲 對那但是我們跑一天之後 其實也有幾萬米資料 所以今天其實進出就可以拿這個東西 先去做一些 做一些基本的分析 我可以知道我大概可以跑出什麼樣的資料 那有這個時候其實進出其實花了非常多的時間 這可能是就是我的案子造成的那個壞褲的成分 就是進出花了非常多時間在debug 就是剛才他講的就是 七萬米剩六萬米的這件事情 對所以其實幫開運專案提了非常多bug之後 那回到專案我們把這些東西都修完了之後 其實說那個進出也拿到一個比較完整的資料機 那他還講說那個七萬變六萬 另外一個問題是 因為有很多是比如說重複的或是不對的物件 那這些我們最後也用了程式的方法 讓大部分的這些例子可以直接把它去掉 所以就是我們現在的開放這些資料 是就是有一個是比較可以用的資料 對那所以他其實是一個來回覆互動的過程 並不是那麼簡單說 我把東西爬完之後交給下午就結束了事情 對那我接下來會想要講的是 因為其實我覺得在均勻力的案子裡面 對我來說是一個蠻特別的經驗 就是我們並不是直接去處理 比如說把一個提案者的問題把它做完就結束 而是我們分了兩軌 那這兩軌是同時進行然後又互相互動 那我這邊想要講的是這邊 它為什麼在什麼樣的條件下可以發生這件事情 對那我這邊借用那個就是上醫師的三名 就是由伊法和伊利弗羅就是弄的這個 弗魯法的那個專案開放檢測度的一個量表 來稍微簡單描述一下 大概這兩個專案的性質是什麼 他們為什麼配合在一起 對那這個專案檢測度它基本上意思是說 它把那個每一個專案用專案的類型 然後用不同的項度來分 零呢就是最開放的 那兩分呢就是那個封閉的或是不開放的 那它其實就是一個性質的描述它沒有什麼好或壞 那所以分數越高代表它越不適合用開運的方式來製作 對那我可以發現 在那個勞政的報告裡面 因為它第一個我有解在哪裡 然後呢我做的這個東西 我可以花一點錢沒有問題 因為就是我可以請公主持人 就是大不了 請公主再把它排完 對那它會是一個 比如說我需要工程師 我需要很多位機參與 它會是一個多人的跨界的合作 那我會需要爬蟲 我會需要計程會 所以它是一個實體或搬數位 對那它的東西 算是完全克制 因為我是要為了這份報告來做的 那部分東西可以公開 那有一些不行 比如說我們可能在裡面 會看到很多的留言啊 很多的這個房東網電話 那這些東西可能是不能公開的 對但反過來說呢 那個開放租屋的專案 其實它就是一個非常非常開放的專案 因為我是完全出位的 我基本上反而我自己開心做到多少就多少 那所以它大概是 就它等於是全部都是往上 對那聽起來好像 兩個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但是如果你先把它放在一起 會發現 嗯就是剛好是一個 那個shift 就是那個平移的概念 那這是什麼意思呢 是我會把它們疊起來 是想要講的 想要講的事情是 這些東西雖然看起來 是完全不同類型的東西 但是它們其實是可以相容的 就是其實我們只有 除了期限之外 有一個一定要什麼時候做完的期限之外 那其他東西其實是可以相容 比如說費用 欸我可以花錢的 和不能花錢當然可以相容 因為反正我不用花錢 所以當然可以放在競速案子裡面來完成它 那後面其實也是類似 因為越能特質化的東西當然可以適用在 比較不能特質化 或是半特質化的這個東西上面 那所以其實我覺得 稍微簡單總結一下的話 是我覺得在 在這邊其實 第一個我覺得 要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有一個蠻重要的是 今天你的量表只要可以相容 比如說如果你今天 比如說我的專案 有一個分數是超過 超過原本的那個專案的話 那其實它是沒有辦法這樣子做的 那再來是 因為你要寫著兩個專案 當然要可以有一些 那個 讓人可以比較可以獨立 各自作業的這個空間 但是除了這個出來我覺得還不夠 那兩個專案之所以可以一起 可以一起發展的原因是因為其實 暗和它之間的溝通 就是人和人的溝通 是非常重要的是 因為就是因為有這個溝通 它才有可能可以撐出一個 就是跨界的攻擊 就是我們可以這樣 不同的方法 比如我們剛才講的 我們可以在裡面 討論資料怎麼開放 可以串進原本的 只有一個工作流程裡面 然後讓這件事情 就是讓不同的價值觀 可以在一個同一個地方一起成長 不用抱歉 最後 我可以再一分鐘嗎 這是 對 好 就是 我很快講一下結論 那就是 對我覺得 對我來說 我們今天這樣的嘗試 它是一個 就是除了臥底 或是加入彼此組織 互相改變的 這一種 我自己比較熟悉的模式之外 那也我覺得今天這個東西是 我覺得是另外一條路 就是它講說 這種方法給你 給大家可以 另外的可能或是空間可以 還是一樣可以維持彼此的主體性 對 那第二個是 就是 但是要維持這件事情的前提 是我們其實還是很需要 揚礙那個溝通和協調 才有可能讓這件事情發生 對 那我就最後一定 好 最後我的錯位 還是一樣 從QO的一個角度來講 我覺得是 事實上我們對於科技 有很多使用的可能性 只是我們並不是很了解 到底科技到了什麼程度 所以我覺得其實多有機會 多參與一下GDP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領域 好 我就先多參 謝謝 我們掌聲謝謝晉書跟晉書 我們特別謝謝 DBL跟晉書告訴我們 一個新技術叫WEP 我認為你是要你的Top Point 不行不行 謝謝 我們先幫你 看 appears 我們不在誰 我們可以說 有一個最多的 那一位 有兩位